提到了眷村菜 大家应该会想到许多的料理 其中像是酸菜白肉锅 在近来天气转凉的时节 更是非常的适合 空军三重一村就有一间餐厅 它主打的就是酸菜白肉锅 让大家在眷村里 吃着眷村菜 拥有沉浸式的感受 这道话是我们的辣炒牛三鲜 主要话是用牛肌牛 一群人聚餐 一起享用乐乎乎的火锅 别具欢乐的气氛 如果是在眷村里吃酸菜白肉锅 更是沉浸式的享受 现在来到空军三重一村 就能马上体验 那酸菜白肉锅我们这边有特色 其实我们的酸菜 是我们主厨自己酿制的 然后像是我们的乌梅汁 也是主厨自己做的 酱料其实也很有特色 那其实大家可能会很少见 我们其实有乌鱼籽酱 是有入这一次的酱料里面 所以就是我们有一个 专门的特殊的酱料 最佳调配方式 然后有乌鱼籽酱 然后加上葫芦酱 芝麻酱等等 所以会混合出非常有风味的酱料 过去大家吃火锅 习惯以生肉下去算 但这次主厨特别遵循传统 以低温烹调的方式 同时还加入了特选的酱料 从传统出发 又能做出创新 那是什么肉 这是高汤我就是用鸡骨跟鸡肉 就是熬一个鸡高汤出来 然后再用它当地 然后再加蒜白菜下去熬煮 蒜菜白肉锅 其实它的白肉是熟的 那我们 其实我也吃就做熟的 只是说我会 低温烹调的过程中 我就又加了一点 比较多的香料 所以它吃的时候 白肉还有特殊的一些风味 跟特殊的香气 还有多的一些层次感 它的酸菜白肉锅真的很好吃 它的肉也蛮嫩的 然后刚刚他们有介绍 这一道那个辣炒牛肉 也真的蛮好吃的 真的推荐 赞 享用酸菜白肉锅的同时 也可以来一点眷春小菜 包括鸡丝凉皮 凉拌土豆丝 都很适合搭配火锅 另外这一道辣炒牛三鲜 则融合中西式的料理手法 传统的凉拌菜 凉拌的元素在里面 像鸡丝或小红瓜 红萝卜丝 那个大白菜丝 然后就会放着清爽的口味 然后就会拌凉皮这样 搭着火锅吃这样 其实很传统的 一般眷春也会吃 然后一些东北人也会都会吃 因为它食材容易取得 然后吃起来又很爽口这样 业者的用心 除了体现在各式料理上 连菜单也特别以旧报纸的形式 让消费者一走进这个空间 就能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 记者高新峰林景宇三重采访报导